No.24 is contestant No.9 from Taiwan We have Mon-Jong Kao 這一次我完全沒有想過我會得冠軍 原因是因為這次的比賽他非常的難 然後也非常的累 每天睡眠時間都很少 然後加上他的機制問答跟面試又非常非常的難 闖進六場的時候就想說 這個要用機制問答選出前三名應該是沒有機會了吧 但最後很幸運可以獲得這個頭銜 然後也謝謝所有支持我的你們 那我現在只想要趕快回台灣 然後趕快去喝珍珠奶茶 No.24 is contestant No.9 from Taiwan We have Mon-Jong Kao thank you 這十一年來我去過很多很多的國家 然後發現選美其實不單單只看外表 他要注重的東西非常多 包括你的國際觀、你的台步、儀態、才藝、談吐、口條跟人緣等等 甚至是你的智慧 那這一次我完全沒有想過我會得冠軍 原因是因為這次的比賽他非常的難 然後也非常的累 每天睡眠時間都很少 然後加上他的機制問答跟面試又非常非常的難 闖進六場的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要用機制問答選出前三名應該是沒有機會了吧 但最後很幸運可以獲得這個頭銜 然後也謝謝所有支持我的你們 那我現在只想要趕快回台灣 然後趕快去喝珍珠奶茶 也想要趕快補眠 因為從昨天總決賽到現在我只睡了三個小時 那我們就台灣見 謝謝所有支持我的你們 謝謝大家